欢迎收听这节整点及时报 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 今天到信义公民会馆 参加青年公民思考营 他希望运用设计思考的方式 落实审议式的民主 并且汇集青年们的想法 展开对话 透过访问青年们的了解需求 再提出台北人真正需要的政策 生活新闻 花东铁路电气化通车之后 普悠马号抢翻天 很多民众怕买不到火车票 会找亲友一起抢订 多订的车票却没有取消 台铁宣布之前半年内的订票 没去拿五次的 会停止订票全三个月 这个规定将改为三个月内 一旦有三次订票没有拿的记录 就停权六个月或是更久 停权期限这些规定的细节 将会在下个礼拜公告实施 气象局说未来一个礼拜 西南气流旺盛 中南部天气都不稳定 雨要下到下个礼拜四才会缓和 高雄市已经开始动员17台的抽水机 把壕沟内的积水抽出 分散到其他的污水下水道 财经新闻 台股上个礼拜受到外资 转买为卖的影响 冲击指数跌破了季线 退手回测半年线 群艺投顾看本周的台股指数 高点是挑战9350点 下档低点支撑是看8900点 这个礼拜看好的题材类股 包括了半导体股 塑化股 苹果供应链 自动化设备股等等 两岸新闻 中心社报导 河南省郑州市官方微博指出 将会正式的取消房产限购令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只是这些内容公布不久 也在微博被删除 有统计显示目前大陆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40多个城市 已经有30多个城市取消或是放松了住房限购的政策 日本独卖新闻报导正在缅甸出席东盟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 昨天晚上深夜在缅甸内比都和日本外向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就改善中日关系交换了意见 报导中也说两个人还讨论到今年稍后在北京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 两国的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 而这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2012年12月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 中日外长第一次的正式会谈 以上是这节整点及时报